这里是江苏吴江 吴江被誉为鱼米之乡,丝绸之府 旁边就是有着两千五百多年历史的金航大运河 吴江伴水而建,因水而成,水乡则国,河湖密布,切莫纵横 历来是江南水乡的真实写照 下午的一点半到达装货工厂 现在把车厢里面理一下 前面有个车在装货 等它装完呢,我再倒进去装 你好,我那个货怎么还不装啊 4点钟了,我1点半到达 那是上海那个吗,就订货的那个人吗 那等到什么时候呢,你货又不是美好的吧 那你订了没有呢,你订车干什么的了 我知道,我知道,我知道 这什么意思呢 哎呀,好,先我来跟他讲 估计 那你不先装完等他担子吗 反正要发的嘛,是吧 他担子不来,你又不敢装是吧 那这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你这4点多钟了,我到哪里再去找货啊 哎哟 你妈妈再催催吧 都4点钟了,妈妈不都要下班了吗 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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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行 我来打电话给他 美女啊 我1点半到这个厂里的 怎么到现在不给我装啊 哎 那你把50箱放到最后吗 别的先装行不行呢 啊 对啊 对啊,你要通知啊 这个人都在等嘛 你50箱放到最后 我在这里等等嘛 无所谓的 现在都闲着,对不对 哎,你跟他讲 该装的装起来嘛 你50箱到时候装嘛 就装不装就装肉,对吧 哎,好好好,再见 嗯 你看,主要沟通鞋调 烂死了 4点25 我已经装完了,我在这里等他拿单子过来 装车 前后总共用了20分钟 4点半 单子拿到了 现在出发了 我们平常在外面装卸货的时候 经常会碰到这样的现象 你像我这个货 这字送到对方仓库 卸好了 他的订单还没有来 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们要了解正解所在 及时地跟对方沟通 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是开货车的肥猫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加个关注 欢迎大家转发点赞 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交流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